一說起浪漫, 巴黎是全世界最浪漫的城市 女士的浪漫, 時尚, 買東西 男士的浪漫, 品酒, 吃東西 小朋友的浪漫, 當然要去玩 Christian, 可以找個地方集中一點嗎? 當然可以, 就是第九區 我們去吧 巴黎是浪漫之道 第九區是巴黎最浪漫之區 不知為何聽完這兩個詞聲 我居然有點打冷陣 好, 儘管看看你有多濫漫 是真正的 來巴黎購物是很重要的 其實分開兩派而已 第一, 就是百貨公司 第九區的百貨公司, 很有名 另外, 那種購物是很開心 在街上走的購物, 很有趣 今天有點風, 我們進去百貨公司 進去了 走在第九區 周圍都是19世紀 奧斯曼風格的建築物 看看這些美好時代的大商場 如果你告訴別人, 去巴黎 沒來過這兩個商場 肯定會被人笑 就算不購物, 見識一下也要吧 每年通常大約六月底至七月底 開始就會減價 有時候有些直接截至半價 這些時間是最好的 因為首先, 減價貨仍然很齊 你又不用跟別人逼 之後又划算, 又漂亮 你就有這個 花錢去省錢的感覺 很棒 這條其實我在英國 看到拍攝賣的, 老公 這條是八折, 景宇 但八折, 我先說八折 八折 你總之有折就要買的, 對吧 這句簡直是名言 藍仙門, 小心那個荷包 跟我回家吧 好, 指定種作就是這樣 非常好 對, 開始吧 好